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听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们还是继续看未云算符 那上一节课呢 我们认识了未云算符中的一个符号 对不对 那其他的呢 计算方法都相似 只是这么的 换算的方式不同而已 那么咱这节课看一下 或云算 那在逻辑云算符中 或云算 指的是什么 两边有一个为真 就为真 对不对 而在位中 运算符中 或云算指的是什么呢 都换算位之后 只要有一个为一的 就为一 对 所以呢 咱们再来把这个式子改一下 对不对 你看 这话 两个是 过云算符 这是两个会 两个竖线 过云算符 对不对 逻辑中是不二行的 那这里边我们还算 十二和十三 或是多少 同样 十二划算这个 上面是十二吧 下面是十三 那我们把这改成数 或的符号 有一个为一就为一 对不对 所以下边 对 零和一 两个都为一 肯定有为一吧 对不对 那得到的结果是多少 十三 对 是八加四加一 是十三 对不对 那同样这块 六十五和九十七 或云算是多少 或云算 这是为一的 这块也是为一的 什么 是不是九十七 对 所以我们来验证一下 我把下边这注掉 刚才咱们算的两个值 既然咱们安慰语了解了 那安慰语什么 和其他话 就非常好理解了 我一大课 打印一下 咱们说十二 或是多少 十三 结果 咱们看一下 是不是整形的十三 对吧 那刚才多少呢 65 97 对 65 或是97 对吧 那我们再看一下结果 数97 对吧 跟刚才算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那咱是字母大A和小A吗 就是多少 对吧 因为跟那个是一样的 它类型没换 那同一类型都换 就算还是这个类型 对不对 那它不是65吗 它不是97吗 刚才65 97换算完不是97吗 那大A和小A 大A是60 小A是97 那结果吧 还是小A吗 对不对 是这样的 这个了解法 另外 咱们说了 用胃 按胃去做的时候 现在怎么的 成员都不怎么用了 对不对 但是胃运算这个货很重要 跟胃运算的是一样的 通常把它充当逻辑运算活用 那目的就是什么 让两边都执行 对吧 所以对 咱们再做一个实验 跟下面一样 看这个 我现在 这是上几刻咱们用的逻辑 对不对 现在我看看这 用逻辑过 对吧 逻辑过什么数短路 前边成立了 后边就没有必要判断了 是不是意思吧 所以我这块A是30 这块大于5吧 30大不大于5 大于 多了5 30大于5 对吧 对 后边有必要执行吗 没有 没有必要执行 但条件成不成立 成立 是不是成立 成立的话 这里能积累数出一上一 然后B看得加不加加 对不对 这个结果加还不加 不加 对 不加 数出一不加还是5 对不对 现在 获运算 他同样可以做获运算 条件成不成立 也是成立的 前边条件成立了 但是不管前面成不成立 他都判断一下后边 所以B加加了 里边一也能输出来 结果B的值 怎么的 6 变成6了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结果 记住 在咱们写程序的时候 暗卫语和暗卫货 咱们平时暗卫的去思考的情况上 我们通常使用这两个是把它充当罗俊分用 他们俩跟罗俊分运算分比 没有短路那个概念 这重点跟大家提示一个 OK 那其他的异货 这就不常用了 对不对 那异货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相同为两 不同 对 看一句话 抑或 只有参与运算的两位不同 运算结果才为一 否则未定 明白吧 两位数不同 只有参与运算的两位数不同才是真 记住了啊 相同怎么的 为假 那我们同样还拿12和13 那我们用一些异货 异货就是 我这个键盘 我iBI本键盘6上面对应的那个键 对吧 12和13异货看多少 这还是和12和13对不对 现在我改成异货 不同为1 0和1相同吗 不同 对吧 那这一块 1和1是不是相同 0和0是不是相同 相同则为0 不同则为1 那结果就是1 所以咱看一下 12和13 12和13 我们看一下这块结果啊 回蛋捧 这块 12和13 12和13算完的结果 逻辑没改 还是什么误啊 误咱们得改成什么 改成异货 看到了吗 来 是不是为一 跟那结果一样吗 那同样我得说一个65和97 相同为0 相同 不同为1 相同为0 结果是多少啊 对32 对32对不对 那这块65和97 对不对 来看一下结果一货 是不是32 那同样我得改的改成谁啊 对 小A和大A 对吧 小A和大A 一货结果是多少 32 对不对 那32对应什么符号啊 阿兹克马一共有255个 对不对 255个呢 7说什么 是97 是小A 然后98 是大A 对不对 那65 不是 98是小B 65是大A 66是什么 大A 对 二那个字母加起来一共多少 26 26个字母对啊 对吧 那大小写一共呢 26 26 2 对吧 52个对不对 那一共250多个 那字母才占52个 那还有其他的呢 比如说数字 对吧 数字符号 还有扑克 就是那个什么扑克牌那个符号 红桃黑桃那些 那些都有什么中华号什么什么 这些符号等号 这些都是符号啊 那三十二 三十二应该是 阿兹克马应该是数字的 可能扣格是多少 咱们看一下 哎你看扣格 扣格 对吧 看到了吗 嗯 就这么出来的 行 这就是异货 所以异货呢 咱们用的不多 那下边这个更不多了 这是什么 暗卫非 就是按位去取反 这个呢 是一元运算货 他不是两个先运算的 比如说这块 刚才这块 比如说 取个反 然后十二放在前面 一元运算货 对吧 那十二都算的是多少啊 是不是这个值 这是十二 对吧 那 是一的变成零 是零的变成一 是这样的吧 对 那是一变成零 是变成一 第一位变 所有 我把这个单出来 对 站在这来 看到了吗 对吧 这里边只有谁啊 前面这块都变成多少了 变成一两三四五六七八 是不是都变成一了 一两三四五六七八 对不对 这块 一两三四五六七八 这块 一两三四 零零 是不是这样的 全部反过来跟这个 这是原生态的 这是这个 一变成零 零变成一 对不对 然后 我跟大家说过 第一位什么 符号位 符号位 正负数 对不对 零代表正数 一代表负数 对不对 那十二绝反 前面是一是零 是不是一 那是不是一个负数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十二换算完之后 是多少呢 负的十三 他说 这个怎么来的 我怎么把二斤之 这个数 变成 看成是负十三呢 对吧 这我简直跟他说的什么 驱反之后 五码加一 听说吧 五码加一 就出来这个数了 那 这个呢 大家不用去了解 这要是换算起来 比较麻烦 这不是咱们重点 听说吧 你就记住 五码加一 OK 这个你得不去去 气嘴 就说这个数 我咋看不出是负十三呢 对不对 你把它补码 补码就是驱反的 再加一 补码就变成十二了 再加一 是不是 十三 像这数号负的值吗 是不是 十三就回来了 是这么来的 听懂吧 所以这就是一个 负数的一个结果 这是暗卫取反 平时用的很少 听懂吧 你可以作为一个了解 后面做了解 然后下边是 左一和右一 左一和右一 平时呢 他还算是有用到的时候 因为当时说了 这个是比较好理解的 什么是左一呢 比如说前面这画 这画是 对啊 这是刚才说十二的 左一 向左一 什么意思呢 这个 十二 往左 哪边是左啊 这边是左吧 左一两位 对吧 那什么叫左一两位呢 这是不是十二 你想想 往左移动两位 一共他长度是不是三十二位 往左移动两位 是不是少两位 那后边三十二位 是不是还不能少啊 后边补上什么 补上零 那你看 整体的这两个 原来十二是这样的 对吧 是不是向左移动了两位 好像后边 这个两个零 是不是应该往前补啊 是不是这样的 你看 是不是往前挫了两位 一就这样 那现在这个值多少啊 对吧 原来这俩值是八加 十六 八加四 对不对 现在变成 十六加三十二 多少呢 十六呢 是不是四十八 对啊 这不是十六 这是三十二的位吗 这十六的位 对吧 嗯 那我们看一下 结果 是不是四十八 嗯 其实你不用 这么去计 你想 左一 对不对 一位 是不是二的四方 就多一位啊 比如说 这个数 你看 多个数你不好算 你先理解一个数 比如说这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对不对 最后一位是一位 一对不对 我让他左一两位 一两三四五 是不是 左一两位是这样 一样的左一两位 是不是往这边 窜了两位 那窜一位是二 再乘二 再窜一位再乘二 对不对 所以呢 左一一次 相当于乘一次二 左一两次 相当于乘两次二 所以我不是根据那一和一 我一下说出是多少的 是四十八 对不对 看十二乘两次二 乘一次二 二十四 再乘一次二 不是四十八吗 对吧 那是不是就出来了 所以呢 你在平时 大家在平时用微运算计算的时候 比如乘二的操作 你完全没有必要用兴和二 对不对 那你比如说十二 乘二再乘二 对不对 或者十二乘四 你完全可以怎么办 用这个 这是十二乘四 那这俩结果是不是一样了 都是四十八 对不对 在上面是直觉操作位 运算会比下面运算效率要高 对吧 所以像简单的乘二除二的问题 就会有左一和右一 那左一是乘二 那右一呢 那不就除二吗 对不对 那比如说 这块刚才都用的是这个方 左一两位 对不对 那现在我让这个同样这个数 你想 我现在要它怎么到 右一两位 你想 右一两位 是不是这边变成一 这边变成两边 对吧 那现在的结果是多少 是不是就是 是不是结果就是三了 所以你看一下 我把十二 这样 是不是结果是三了 所以你想象一下 右一一位 是不是就少 相当于除一次二了 所以我们看一结果 是不是就是三 这是左一和右一 用的最多的地方 就是乘二和除二那种感觉的时候 是不是经常用左一和右一 对吧 是这样的情况 当然了 在别的语言里边 像右一还有一个叫五符号右一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P2P没有 记住了 就这个符号 前面他学过定界符号的符号是这个 还记得吧 就是声明粗串的时候 对 那五符号右一是这个 这个别别混到这里 那这个叫五符号右一 P2P没有 加速号是加号右 什么意思呢 也是像右一 比如说 在加速号二的时候这样 也是右一两位 对吧 但是呢 为什么有这个呢 这叫五符号右一 如果是比如说 咱如果是复数的话 这个像右一 对吧 前面是一了 对吧 那像右一的时候 前面是补零的 还是补一的 是不是这个问题 那 有的 比如说拿系元来说 这个五符号右一 有的前面是一的时候 有的操作系统补零 而是一的时候 有的操作系统前面补一 那如果用这个 用这个右一的话 是不是跨平台的时候就有问题了 对吧 而五符号右一 指的什么意思呢 使用这个符号右一几位 不管你什么操作系统 只要采用五符号进行的右一 前面 不管是零的还是一的 通通不零 这样就可以跨平台的 但是批批批没有这个 好看 这就是 啊 能符号 右一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涉及到的 对未经刑运算的 一些 运算符号 这些作为大家了解的东西 当然了 在以后的工作中 有一部分咱们通修会用到 到时候你再去研究一下 对吧 你不要说刚开始学这门语言 我就把这个弄得很透 因为没有实际用的环境 你想把它弄透也不太容易 对吧 根据以后的开发的项目中的需要 你再回过来研究 OK 好 谢谢大家 那咱们未云算就降到这里 那下日课咱们继续 继续玩一些其他的课咱们 好 谢谢大家 再见